穿梭在公共交通四统八达的香港 如果你留心就会发现 红色公共小巴是有点特别的存在 没有固定的服务路线 全靠车头一张白地指示牌 蓝字是图经站 红字是终点站 每天输送乘客到不同目的地 在电脑打字没有普及的岁月里 红色公共小巴的指示牌 全靠人工手写 用红蓝油墨书写的小巴牌 陪伴港人走过漫长路程 如今手写的指示牌渐渐少了 但年鱼六旬的麦锦生 一直不忍丢下这门手艺 1970年为缓解公共交通压力 港英政府将没有运营牌照的白牌车合法化 不受路线、时间和班次的限制 灵活性强的红色公共小巴 被允许进入市区 受到了市民的欢迎 当时合法都是私人经营的 没有什么规范 当时大家都想多些人看到他的车 就用纸皮写一些字在车上 就是告诉人他去哪里 但也没有规定路线 因为那些私人是自由的 比如他早上可以在青山道 去佐敦道 他下午可以佐敦道去观塘 整天都转来转去的 所以他不可以一个固定牌的车 所以常常换来换去 那用我们的胶牌就方便一些了 虽从小就写的一首好字 但麦锦生真正与小巴水牌结缘 却是1982年他租下油麻地小巷中的店铺之后 因为门口就是小巴站 经常有司机过来找麦锦生写小巴水牌 我们当时用的是用一些很便宜的白色胶片 叫PVC 因为很便宜的胶片 那些司机就要最便宜为原则 我们用白胶片就写一些红色油 蓝色油写上去 当时是买几元一个 其实都是一般毛笔的 不过就不是用墨汁是用油 因为我们不是洗了张纸道 所以不可以用墨汁 所以用一些擦油 擦油写上去干了 那其实可以用到几十年都没问题 麦锦生的乌居小铺中 摆满了小巴路线和价钱指示牌 不难发现如旺角 湾仔等熟悉的香港地名 他还记得自己写的第一张水牌 是旺角左蹲道 旺角左蹲道 一定是的 因为旺角左蹲道这里 大约是20年前有个码头 现在没有了 但是那个码头是很大的 那些车又可以坐上船过海 所以当时左蹲道是一个 小巴最集中的地方 所以是一个龙头站来的 所有的小巴都一定有个旺角左蹲道的牌 就是他哪里做生意都好 最终他都回来旺角左蹲道 在公共交通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 红色小巴是香港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卖师傅的生意一度很是兴旺 生意最好的时候 店铺里请了十位师傅做帮手 其实1982年的时候 小巴刚刚当时政府批准小巴有冷气 所有4350架小巴同时换车 我们很忙的 我们当时有十个师傅一起帮忙做 大概是旺到1990年 90年之后 就因为集体运送系统成熟 开始红瘟就走下坡了 随着香港公共交通日震完善 自由度过高的红色公共小巴开始没落 市场对水牌的需求不在 领麦锦生入行的师傅逐渐退休 徒弟们也纷纷另头踏行 如今 麦锦生是香港最后一位 手写小巴牌的师傅 虽然写小巴牌的生意越来越少 但麦锦生却另辟蹊径 将自己的字迹做成钥匙扣等纪念品 大获学生和游客的欢迎 有时暑假一个月 能卖出上千个 指引着香港人走遍这片土地的 脚脚落落的水牌 日趋变成纪念品 麦锦生有些感慨 他表示自己还是会写下去 希望这门手艺不要消失 小巴牌可以当作我的事业 由零什么都没有 现在也有少少的成绩 起码养大几个子女 他们读完书 都是在小巴赚的钱 听我来说小巴是不可划决的 在我生命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